好我们来勾置这个花瓣 这个花瓣是五个 五个了但是我们每一个的勾置方法是一样 只要学会其中的一个 然后就自己把其他的四个去勾置完成 然后呢这个每 我们这里是有15个珍母 15个珍母 然后就是每一个花瓣呢 我们要用到三个珍母 这样子的 好我们从任意的位置起针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断线这个位置 断线这个位置 我们把这个线头放到后边 到时候我们缝的时候 就把那个线头 藏在里面就行 然后我们从 第一个珍母这里 入针 然后将这个线头 将这个钩针压在线头的上方 把这个线带过来 线头长一点都没所谓 可以藏在里面 然后去勾五个辫子针 勾辫子针的时候一定松一点 因为在这个辫子针上还要去勾置 好 第五个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线掐住 把这个线掐住 再去勾置一个辫子针 好 这样子 我们五个辫子针勾好之后就倒回来 从第一个 就是刚刚我们掐住的这个线 这一根线 这是 V字形的背面的一根线 从第一个的里三 去挑 挑线 然后去勾置 从这个V字形的背面 看 这个是V字形 然后背面的这一根线 我们去调 调五个线圈出来 一对一 调了四个之后呢 我们最后一个是在这个起立这个位置 起立针这个位置 这一个线圈去挑 调了之后 然后我们这线圈上 一共有六个线圈 一共有六个线圈之后呢 我们在同一个线 针目里面插针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去插针 然后 把这个线头带上 压在钩针上方 把这线头带上 然后挑一个线圈出来 然后一次性放两个线圈 一次性 并两个线圈 这样子 这样子去 勾直 我们放这个线的时候呢 我们勾针尽量 尽量向上挑 尽量这样子挑 它这样子的话 它这个花瓣能松 这中间这一根线能松一点 然后把这个线并完之后呢 我们挑这一根打横的线 挑这上边这一根 看到的这一根线 去勾直 也是这样子 去带线圈出来 我们可以勾松一点 好 我们这里一共是六个线圈 我们这里要去加一针 我们在这个 在这最尾端的这一个针目 这一个针目 一般我们这个针目是不要挑的 但是我们这里要去加一针这个花瓣 去加一针 好 然后呢 再从这个 我们刚刚勾置一个针目里面 就是同一个针目里面去勾置 将这个线带过来 就是两针一并 两针一并 好 闭完之后呢 又是一样 重复 这里不用加针了 这后边勾的三圈都不用加针 直接挑着上面的针 挑着上面的针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个最尾端这一个不用挑了 现在不用加针了 好 然后我们来到第二个针目 我们用到第二个针目了 好 挑出来之后 我们又是两针一并 好 这里就是一样的了 也不用加针 也不用减针 好 好 勾完之后啊 我们又是去挑 又是这样子去挑 挑上来之后呢 那我们还是在第二个针目 我们用到的第二个针目 这里好 去钩 之 带一个线圈出来 然后两针一并 好 两针一并 好 两针一并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然后 这里勾完之后又是一样 调这一根线 表面上的这一根 好 我们中间这一个针目 只要勾两次线 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针目 就是我们每一个花瓣 要用到三个针目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到第三个针目上 挑线 然后这里的勾字方法是一样的 然后再重复一次 然后再第三个针目 去勾字一个引拔针 不是 带线圈出来 带线圈出来 然后两针一并 两针一并 好 好 这里我们掐住 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收的针 我们这里并三个针目 做一个收针 这样子 然后就收针了 收针了 这一针就不要去勾 好 这一针就不要去勾 好 然后我们从第二个针目 就是我们这里收了一针 我们这一针就不管它 就跳过这一个 前面这一个打树的杠 然后我们从下一个针目去挑 挑线圈 然后做引拔 我们一针对一针的引拔五次 好 引拔五次 引拔五次之后 我们这一个花瓣就勾完了 我们还在这个针目里面 第三个针目里面去做一个引拔针 这样子 好 引拔好之后 我们进行下一个花瓣的勾子 好 然后我们 就来到下一个花瓣的起头的第一个针目 我们一共要用到三个针目 好 引拔之后我们就勾五个辫子针 勾五个辫子针呢 我们就重复这一个花瓣的勾子方法 然后将其他的四个花瓣去勾子完成 好 我们自己完成 好 我们自己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